現在我們看一下第三道題目 第三道題目它給的條件是 各位的西桌上面有固形給你對不對 對 那就大概一 把它放在一個板上 ABC處 這是一個人的內階四邊線 然後告訴你 ABC處的角是45度 CBC處的角是60度 然後只告訴你 A處的長度是5到6 叫你出來一段 說細處的長度 這一段的長度可以做的長度 好 在三角的案子裡面 我們在解題的時候想想看 在圖形裡面可不可以找到三角線 因為我們用過的公式裡面 邊緣也好 B選領領領跟知識領領領也好 其實都是要用那個 三角形才能夠去解釋 所以在這個題目裡面 各位看到幾個三角形 兩個 一個是三角形ABC處的這個三角形 還有一個是三角形BBC處的這個三角形 大家發現 彈領領的一個角度裡面 45度對到更到6 60度對應到多少 就是題目要入球的 所以這個很明顯 題目其實上很隱含的 要用哪個公式來解 你覺得用哪個 所以用正選 為什麼用正選 是兩個三角形他們在同一個圓上面吧 是不是圓內間 所以我們之前用過的一個公式 曾經談到正選地理 如果在一個三角形ABC裡面 正選地理 公式的其中一個是 A去除以 SineA會等於 B去除以 SineB會等於 C去除以 SineC等於多少 2R 這個R字是外接的什麼 半徑 2R是半徑 2R當然就是直徑 所以既然AB柱這個三角形 是在這個圓內間 那這個BC柱的三角形 也是圓內間 所以這兩個三角形 他們所找到的半徑 是不是應該要一樣 所以我可以從三角形 A B柱當中 我可以知道 B的腳對應到了 A柱的長度是B 所以我可以知道說 B去除以SineB會等於多少 2R B的長度是根號6 B的長度對邊是根號6 角度多少 四數度是2分之 3的四數度是2分之根號2 換點多少 2R 所以從這邊 你可以去找出2R等於多少 這怎麼算 根號6除以2分之根號2 那應該怎麼去算一下 根號6 去除以根號2分之 2 好 那這怎麼約 這個6跟2可不可以約分 可以 因為兩個都在根號裡面 所以這2跟6原本剩下多少 3 所以根號3才2 2跟號3 所以從這邊我找出來 我的2R值呢 它是等於2跟號3 這在三角形 A B柱裡面找到2R 那現在如果在三角形 B C柱當中呢 這個是腳B 對應到的是C柱的長度 所以 C柱除以Sine B 我們自己 把它叫Sine B 這個是在三角形AB柱裡面Sine B 那這個六四度是在三角形 B C柱裡面Sine B 不知道 Sine B現在是三的幾度假 60度 60度 多少 2分之 是不是2分之跟號3 它等於2R 所以從這裡我知道C柱的長度 這個題目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在於說 它必須透過兩個三角形 然後去找出它們共同的那個 外接緣的半徑 然後利用這兩個外接緣的半徑 利用這點電源去找出它們共同的部分 然後進來去解除另外一個C柱的長度 所以之前如果說沒有這個外接緣的話 它們的2R不一定會這樣 但是現在這兩個三大型都在同一個圓裡面 所以它得到的那個2R會一樣 那我們就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去把我們的耳機把它找出來 這個地方可以在一起的時候 可以試看看